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看就是桌上型的电脑的Zoom 一样的就是加入会议室 然后你可以看也有一个下拉的选单 请你在这边打开 哇是不是你曾经加入过的会议室都已经被记录在电脑里面呢 所以一样的选择你今天要参加的会议 举例如果我今天要参加的是 约尔主日三堂直播 我就点下去 那在这个地方一样可以更改你的名字 把名字设定好之后呢 一样保持视讯关闭 这个地方不要把它选起来哦 选起来就很容易听不到声音 所以一样按加入 好现在你正在预备进入会议室 同样的在进入会议室之前呢 电脑也会问你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音讯呢 请你这个蓝色的选项 一定要把它点下去 使用电脑音讯加入 OK这样子你就进入 到今天的会议室里面了 那如果你进入会议室之后发现 诶我怎么还是听不到声音呢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那就选择你的本主机的这一个音源的装置 所以你要确定 你的主机是可以有这个麦克风啊 以及喇叭这些扬声器都是没有问题的状况下 如果把它更换过来 你就可以听得到整个聚会的这个声音了